隐帝心外 与黄河迅魔帝无事单单 对此 秦宇决定 闭关修炼 我体内黑洞的吸收速度 怎么比江蓝系这一个空间的吸收速度还要快 这是 宇宙空间的规则 难道就是玉吗 难怪之前玉青子那一剑不禁毫无还手之力 这玉 竟有如此之强的束缚力 如此凝聚的气劲施展与执法威力最佳 第一是 万虫旨 第二是 千换旨 第三是 十绝体 想不到黑洞正着旋转的时候 可以产生如此恐怖的力量 那么反过来旋转呢 第四是 获空直 既然是融合了流星泪创造的执法 就想这四世为流星执法吧 十力 竟堪比九姬进鲜了 想不到 流星泪还能隐藏我的灵魂之力 并同时感受天地万物 那我何不就此查探一番 开 果真如无名所言 各大巨头竟还在影地行外查探 不过 众目睽睽之下 就算羽黄雪天涯 也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想要顺利前往妖界的话 眼下 倒正好是个机会 好一个秦鱼 竟敢如此挑衅 准备 女孩 对 人生酮 他像浅 走 문 知白何在 陛下 事情已经办妥 他逃不出阴险星系 嗯 切记 暂且留下姓名 是 秦渝 你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 那位神秘的师叔 又到底来自河门河派 请慢 先 先长 这是 见真宝镜 看你可曾变化形容 好 下长 请听我解释 羽皇陛下法旨 一切可疑之人 皆先擒拿下来 这 传送阵阶被封锁 怕是即便在星空之中 也不容人离开银行星系 羽皇好大的手臂 红叶行 因有遇见宗门 所以它是这片星空的主星 果然在此 洞天门户 这遇见宗竟有如此旋迹 看来 须他们的宗闻秘法 才可逐入 不过是令儿等去取件东西 竟办得如此磨磨蹭蹭 犯了 师叔 那宗门视此物为传承信物 宁死不肯交出 且在那黄炉行 还破得人心 我们最后杀绝了 那异性之人 才得了此物 真真未曾懈怠啊 师叔 此物乃是师尊 志在必得之物 谁管你如何得到 我且警告你 一会儿见了师尊 莫要说这些废话 快走吧 师尊还等着呢 儿个人 这些废话 都要摆下 来 这些废话 是 这些废话 都要摆下 你 这些废话 都要摆下 面 他不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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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非内的小宗们可比 宗主乃是 羽皇麾下 三十六君之一的 玉清子 你 你好好放我出去 然后负金请罪 留下随身法宝 献上赔礼若干 我在戴维求情 说不定 还能保住性命 不然 果然欺压旁人 欺压惯了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不要看你实力不低 可也难抵我家宗主 他老人家乃是一位 剑仙先帝 实力甚不可测 回家尚有四大剑仙弟子 各个实力 接近先帝境界 他就在山顶大殿之中 离此不远 他就在山顶大殿之中 大殿之之中 等一顶大距没 把巢子 是樊澜吗 为师在秋风亭 正是 师尊 那神器已到手了 拿来我看 何人在那儿 给我空击 你是那个秦宇 欲卿子贤弟 发生了何事 秦宇 敢来御剑宗行凶 于凡道兄 天行林恰好在此做客 快助我何离秦下死人 还想逃 秦宇 天涯海角 你难逃公道 首山大阵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秦宇 秦宇 伤我发身 今日定要许你性命 我的性命若被你取去 羽皇所谋又当如 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 羽皇布下天罗帝王 捉拿于我 并非为报仇 是你当年的人吧 莫要与他废话 他逃不脱你的法阵 修后下去 游进灯窟之际 你必将束手就擒 到时 只需将他交由 与皇陛下定会吗 老兄说的是 原来所谓的 玉剑宗宗主 也不过如此 由此深仇大恨 却不能亲自来报仇 一派宗主 做到如此窝囊 不如不要做了 天罢阴诀 破空击 不可能 暗叔 卫师实力不足 今夜 只能先惩治这玉剑宗主 但卫师不会放弃 日落 定会彻底为你复仇 御青子 秦宇 秦宇 就算你再有花技巧 今日也定逃不出我的掌心 这一场的张力 竟然如此深厚 要是没有生命原理 此刻 我已动弹不得 只能认其宰割了 秦宇小辈 快快束手就擒 此地遍不密令 你慢慢找吧 声东击西 金蝉脱鞘 可惜骗不了我 小辈子 为何他总能查知我在何处 秦宇 你逃不掉的 千万只 我已经将连宫气息 点入流星泪之中 就算是羽黄青枝 也难以察觉我的动向 此人究竟是如何找到我的 这样下去 根本无法摆脱他的追踪啊 难道是刚刚那一张 天幻灵局 原来是那一张所致 这是什么法术 刚刚我们一点能量都感受不到 想吸取它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就连我的黑洞之力都无法消除 你不用白费力气了 我羽范的天范印诀 如果能被你一个小辈化解 我又有何颜面 卫裂羽黄麾下十八先帝 既然如此 我跟你拼了 万重植 这次 你哪里都去不了 你只会被困在我的狱里 是绝址 倒是有些能耐 你且放心 与皇陛下要亲自审问你 我自然会留你一口气 不会立刻去取你幸运 且随我去见与皇吧 当真生无处可去了吗 你竟然也掌握玉 好本事 玉清子死得不冤 你要到哪里去 还想到我 秦鱼 莫要再挣扎 你逃不掉的 羽发 你怎可在我的星域随意抓人 前辈 晚辈无意逃扰 只是此人杀了羽皇麾下三十六军中的玉清子 晚辈空手回去 实在不好向羽皇陛下交差 那玉清子我也知道 平日里横行无际 如今被人找上门来 也是咎由自取 你且回去告诉风雨 在我的地盘 就不要动这个人 至于出了我的地盘 要怎么样我都不会管 清帝前辈 晚辈不敢代替羽皇陛下答应您的要求 但前辈的话晚辈一定带到 至于羽皇陛下会如何做 晚辈 不敢保证 你只需传话便好 去吧 小兄弟 来者是客 且来月牙湾一见 多谢前辈 远自这星空之外 竟凭气势 就能震慑进步出实力强大的羽范先帝 能有此等实力者 唯有 可是卿与道友 倒有事啊 在下松石,乃是师尊坐下第四弟子。师尊命我在此迎接道友,请随我来。 敢问松石道友师尊,尊姓大名。 弟子不敢直言师尊名讳,请与道友去了便知。 此人竟是七级先帝,实力堪毕至白。 去那天。 万辈请ision,多谢亲弟前辈出手相助。 你既支持我 怎料定我会出手相助 九文前辈乃是先界至尊之一 晚辈好友江炎的姥姥 又在您这里做客 向来 此处定然比羽皇所在的 势力范围更为安全 没想到亲弟前辈 竟会亲自出手相助 晚辈实在感激不激 你倒是聪慧过人 不过此事无需谢我 你是姥姥看重之人 是她托我出手 到时谢她便是 敢问亲弟前辈 那位姥姥是否还在此处 秦宇也好当面道谢 不急不急 你一起坐下喝杯清茶 稍作歇息 道友 请 世尊 请用茶 此茶竟能安神补济 万辈多谢亲弟前辈刺茶 那风雨与雪天涯两人皆是自视甚高 一个自年轻时就一路披荆斩棘逆流而上 凭借实力成为仙界巨头 管辖的区域几乎占据了整个仙界的半壁江山 围下更有十八仙帝和三十六军为找拿 另一个统领雪魔道 在这仙魔妖界也是出了名的难惹 你被他们缠上 竟还能无损无伤地逃到这里 了不起啊 与那与范仙帝一番对敌 在亲眼见了前辈出手 才知晚辈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当日能逃得性命 实属运气 运气 不说这些了 今天我有一些老友在此处聚会 小友可有兴趣随我一同前往啊 这是何等高手施展出来的运 竟能让我全无还手之力 现在想想 那与范仪雪天涯 身为八级先帝魔帝 即便不如眼前二人 想来也相差不远 我竟曾和他们正立为敌 将二位救后了 知青再次赔罪 老朋友 我们都好说 你若再不来 等姥姥先到了 可失礼不晓 看你如何交代 你来得正好 给我做个见证 看看是不是老龙输了 侯兄 此乃死期 无解 你们无解 不代表我无解 此局尚未下完 咱们下次继续 你 知青 这位是 我给诸位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姥姥曾特意提及的那位秦宇小兄弟 秦宇 这位 是非秦一族的超级高手 霓皇前辈 见过霓皇前辈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 这位 是龙族组长敖方敖前辈 晚辈见过敖前辈 实不相瞒 吴明兄曾和我提起过你 你认识吴明那个不孝子 什么不孝子 我看是老龙你太过霸道 不就是人家找了个白狐做夫人吗 你就不依不饶 分明是你管得太宽 你懂什么 我那儿子乃是五爪金龙 血脉高贵 肩负我龙族传承 哎呀 又来了又来了 敖前辈 吴明大哥和莲主嫂子 还是很恩爱的 您 就莫要太强逼他了吧 哼 我若真逼他 他此时还能在外逍遥 你是我儿子的兄弟 不要叫我前辈了 以后叫我伯父 还有啊 日后你见到了我那大儿子无虚实 也可唤他一声大哥 狡猾 非常狡猾 是 秦宇见过伯父 好 好 今日得见贤侄 是喜事 要好好喝一顿 贤侄 今日咱们痛饮一场 好 吴明大哥就是海量 想必伯父更是酒中好姐 今日得伯父垂青 愿陪伯父一醉方休 好 好 自打金行军飞升 多少年都没人陪我喝个痛快了 金行军 是暗星界三大主军之首 邪魔妖界 有一处特殊的所在 名叫暗星界 其中以三大主军为首 分别是金行军 黑雁军 白玄军 黑雁军 白玄军 这三大主军 分别代表暗星界三支传承 代代不绝 其中 又以金行军的金行宗 实力最强 势力最大 所以 为三大主军之首 而上一代的金行军 他早已飞升神界了 看来老婆子我 来迟了 老婆说哪里话来 只说今日相聚 又没定下具体的时辰 何况我们这些人哪 也该提前恭候 今日没有下棋啊 你又耍赖了吧 看 姥姥都知道你灌肠输不起 也并非是完全耍赖 那盘棋也确实没有下完嘛 秦宇 还不快拜谢银花姥姥 秦宇 多谢银花姥姥 好 果然是了不得的天才呀 我老听人夸赞你 今日一见 还算不错 秦宇 你只需称呼我姥姥即可 是 姥姥 年轻人 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 依你现在的实力 在邪魔妖界还是小心为好 不要以为有件神器战衣 就死不了 我想告诉你 一定要认真修炼 不管在什么地方 有实力才有权力 你以后要走的路 还长着呢 多谢姥姥指点 晚辈警记 痴青兄 风雨前来拜访 还请现身一见 不知此来找我何事啊 知青兄 之前我那属下雨犯多有冒犯 还望海寒 为表诚意 风雨亲自登门道歉 风雨贤弟严重了 区区小事 何须贤弟亲自来一趟 实不相瞒 风雨此来还有一事 就是那秦宇 他先是破坏了我蓝火楼的交易 后又杀了我的门人 实在可恶 还望痴青兄 莫要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 何等人物才能骗得过你我 痴青兄 这种向来只是潜心修炼 今日竟为着秦宇如此费心 看来这小辈 果然不简单 风雨贤弟为了他 万里迢迢来到我碧波星 却还说我对其关心 说开了吧 这秦宇如今是我的客人 风雨贤弟莫要如此咄咄逼人 痴青兄 若我今日非要见见这秦宇呢 那就一礼登门 你与他都是我的客人 痴青兄 真要为这么一个小辈 赏了你我的和气吗 痴青 且答应他的要求 在我的心域 你不可对他动手 不过 不过 秦宇小兄弟 我知你心中有事 就不强留你了 这便送你离开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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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清帝前辈既已有了决定 晚辈遵从便是 只希望 烦请清帝前辈能尽量将晚辈 传送的远衣些 方禹老弟 人已送走 你可否要留下喝杯茶 不必了 告辞 慕言 各处都准备好了吗 陛下 与碧波星传颂阵相连的外星系的传颂阵共有三处 其中两处早有十六位先帝集结 而概率最大的那处 集结的先帝更是超过了二十名 很好 传令下去 让他们展开先时 仔细搜索 发觉奇遇踪迹 即刻通知我 是 嗯 嗯 嗯 樱花大姐 为何忽然给我传音 将琴雨送走 那琴雨还尚需磨练 希望她经过此番历练 能早日达成目标 想来姥姥也只是想历练那琴雨 只是如此将她推给羽皇 一旁上有血魔帝暗中窥伺 终究太过艰险 这个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她有法宝护身 凭倩那几间宝物 难道还破不了羽皇的小小陷阱 嗯 嗯 奥方 你无需担心 若我所料不错 琴雨不经此一解 这一点 你与你那儿子嗷无虚 也难以重聚啊 二十二个先帝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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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布下天罗帝王 你还能跳到哪里去 谁 是 是